世界一同闻我,要我抱之以歌 小小的身材,大大的心脏 凭借一身才华与修为,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娱乐圈中被无数大佬膜拜的全才 泰迪·罗宾的传奇故事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 对于泰迪·罗宾来说 限制是天才的木刀石,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1945年3月2日,出生的泰迪·罗宾,本名叫关维鹏 他的家乡在广西桂林,后来因为一场变故跟随家人在香港定居 进入娱乐圈之后,起义名为泰迪·罗宾 同年时,泰迪·罗宾由于一次意外摔断了脊椎 后来又因为肺劳菌的入侵,造成了骨牢 当时内地的医疗技术对于这种特殊的疾病束手无策 父母只好带他到香港看病 在香港医院治疗期间,泰迪·罗宾住了三年医院 在接受手术治疗与康复过程中,经历了让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网友可以联想一下老虎瞪的画面,就能想象泰迪·罗宾承受了多么大的疼痛 幸运的是,如同炼狱一般的治疗经历 居然让一个不足七岁的小孩子硬是撑了过来 连医生都嘖嘖撑奇 虽然手术很成功,泰迪·罗宾也跟死神擦肩而过 但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让他成为跟在像流罗锅一样的悲锅侠 长大以后的身高,也定格在一米五零 走在街上,承受着如芒刺在背的嘲笑与议论纷纷 泰迪·罗宾却并未因此产生自卑心理 原来,泰迪·罗宾的父母经常给他灌输这样一种生存哲学 天生我才必有用,天降大任与私人 必先牢起筋骨 就这样,泰迪·罗宾一边学习如何平视自己 一边努力修炼成才 上学期间,很多男生都喜欢踢足球 泰迪·罗宾也不例外 然而,因为身材限制,他只能半途而废 后来他意识到,此生与运动注定无缘 于是,就往文艺方面发展 彼时的香港,人们对于艺人的欣赏眼光 要比现在宽容大度得多 只要有才华,颜值并不是衡量艺人的唯一标准 当时,国外的摇滚乐正搞得热火朝天 泰迪·罗宾听到这种毅燃易爆炸的乐曲 重新燃起了男儿当自强 爱拼才会赢的一强豪情 迷上了电吉他与摇滚乐的泰迪·罗宾 当年,由泰迪·罗宾担任主唱 率领的花花公子乐队 五年之内就出了二十多张专辑 每一张市场销量都让业内刮目相看 成为无数后辈遥望致敬的对象 以及时代回忆 曾经凭借代表作《千言万语》 成为七十年代当红女性的邓丽君 也曾经是泰迪·罗宾的头号本丝 长江后浪推前浪 泰迪·罗宾花了五年的时间研究摇滚乐 既然已经达到了巅峰 当然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 彼时的香港乐团 后浪波涛汹涌 相继出现了以许冠杰率领的莲花乐队 谭永林和钟振涛强强联手的温娜乐队等等 作为香港第一支乐队的前辈 泰迪·罗宾很识趣地急流勇退 离开舒适圈挑战下一个目标 70年代是香港电影逐渐走向巅峰的关键转折期 泰迪·罗宾也渐渐开始将发展方向转向了影视圈 跟很多想成为导演的艺人一样 想要弄明白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 就要从当演员开始 继泰迪·罗宾之后 刘德华、周星驰等人皆是如此 1970年 25岁的泰迪·罗宾 接演了邵氏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一部电影 这部名为《爱情的代价》 讲述的是一对残疾男女之间 发生的爱情故事 剧情感人 赚足了观影人群一波又一波的眼泪 电影大获成功之后 泰迪·罗宾也搞明白了一件事 想要拍好一部电影 是一个需要系统学习的过程 即使演再多的角色 也不能掌握好复杂的拍摄技巧 与制作流程 为了成为专业的导演 1973年的时候 28岁的泰迪·罗宾 选择去了好莱坞学习 后来又跑去加拿大旅行 享受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 寻找创作灵感 在此期间 他跟一个姑娘 谈了一场浪漫的异国之恋 结婚成家 1979年 学成回港的泰迪·罗宾 开始建立自己的影业帝国 想要成事 就得找个有钱的合伙人 泰迪·罗宾 找到一个曾有意 涉足影视生意的大老板 两人相谈圣欢 一派即合 老板负责投资 泰迪·罗宾负责运营 分工明确的两个人 成立了诸城制片 凭借多年积累 由泰迪·罗宾带领的剧组 拍了一系列优秀影片 横空出世 这段期间的代表作分别有 点指冰冰 苦悦的故事 爱在别乡的季节 等多部影片 值得一提的是 由泰迪·罗宾制造的处女作 点指冰冰 没有邀请任何一个巨星 带热点流量 全凭泰迪·罗宾的创意 为影片花龙点睛 她利用音乐与剧情相结合的形式 将影片营造出一种 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冲击感受 影片上映之后 大获成功 占获了三百万票房 这个成绩在八十年代 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泰迪·罗宾在拍摄过程中 一人多职 除了当导演之外 还负责监制 电影音乐 出品人等等 才华横映的泰迪·罗宾 令业内人士惊叹不已 《南华经》中有云 能者劳而智者忧 能者多劳的泰迪·罗宾 为香港影坛做出的贡献 远远不止于此 她还凭借慧眼时人的眼光 帮助了不少巨星 像当年 泰迪·罗宾邀请在TVB 旗下校里的周润发 担任《虎月的故事》 一片中的男主角 在此之前 泰迪·罗宾曾经跟TVB的高层 打过招呼 意思是 说借您家的小周用一用 但是 周润发却在拍戏的时候 并没有跟TVB打招呼 戏拍完了以后 TVB责怪周润发 没有跟领导请示 跑到别人家去接私活 说白了 就是想给发哥 穿一双小鞋 泰迪·罗宾知道后 找到TVB的高层 双方沟通了一下 在此之后 TVB也没再因为此事 难为周润发 不断挑战自己的泰迪·罗宾 后来转入新一城旗下效力 众所周知 《射调英雄传》里 一个欺人组合叫做江南七怪 自从泰迪·罗宾加入新一城之后 新一城七怪的威名 也因此形成 彼时的刘德华 还在TVB当跑龙道的小演员 泰迪·罗宾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一眼就看中了这个 阴气不凡的年轻人 当时 新一城正在为电影 才允许筛选演职人员 据说选人条件相当严格 选大美女官之邻去事情的时候 都被刷了下来 刘德华对于泰迪·罗宾的邀请 先表示了一番感谢 说自己已经去世国情了 但并没有被导演看中 泰迪·罗宾说 你再去一次 提一下我的名字看看 于是刘德华在泰迪·罗宾的推荐下 顺利进入了剧组 并且当上了男主角 刘德华在大电影的精彩表现 不仅得到了TVB的重用 在此之后 也让他渐渐走向了举行之路 凭借给采云曲制作的 同名电影配乐 泰迪·罗宾一举夺得 第十九届金马奖最佳音乐奖 在此之后 泰迪·罗宾走上了一路拍戏 一路拿奖的事业巅峰 1983年 由泰迪·罗宾和徐克 联手制导的影片 《我爱夜来香》上映 事实证明 双怪器材的CP组合 堪称最佳拍档 占货票房1300万 这部影片大获成功之后 获得了金像奖八项提名 泰迪·罗宾也因此 成为影视圈最耀眼的存在 然而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真理 古来有之 更何况 当年的新一城人才极其 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均 七怪之间产生了不少线细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何则剧不何则散 泰迪·罗宾给新一城最后的贡献值 是给龙虎风云做配乐 之后就离开了新一城 有趣的是 凭借这个电影配乐作品 泰迪·罗宾参加了第七解金像奖 最佳电影配乐的角逐 只可惜 输给了另一个乐坛老怪 就是《沙海一生笑》的创作者 黄湛 殿下英雄出我辈 一入江湖岁月催 泰迪·罗宾自知 属于自己的时代渐渐离去 于是 他渐渐地淡出了影视圈 偶尔也会受老朋友邀请 在各大影片中 客串一些角色 或者受业内邀请 出席一些颁奖典礼等等 影视圈里 新旧大腕交替之际 刘德华也从演员 向导演方向发展 他还记得当年泰迪·罗宾 对自己的体鞋之恩 在他的邀请下 泰迪·罗宾参演了 由刘德华指导的电影 《打擂胎》 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 凭借在戏中扮演的角色 泰迪·罗宾居然摘得金像奖的双黄蛋 一个是最佳能配奖 还有一个是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 双喜临门的泰迪·罗宾 站在领奖台上眼角湿润 他在台上感动万分地表示 非常感谢刘德华的上识 然而刘德华却表示 确实不公 不过是投桃报李罢了 刘德华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泰迪·罗宾是他非常敬重的一个前辈 在他心目中 这位前辈的分量 跟自己的父亲是一样的 上流环境 人碰人 市井之地 人才人 欲得贵人相助 是每个人的心知向往 然而 懂得先付出 才会得到的人 少之又少 泰迪·罗宾的一生 除了他的励志传奇之外 他的为人处事 也值得细品其味 近日 香港知名导演张国明 爆出一位名叫泰迪·罗宾的 老年男性近况 表示 泰迪·罗宾虽然已经76岁高龄 但身体依旧健康 晒出的聚餐照中 他称泰迪·罗宾是他的超级好朋友 泰迪·罗宾一头长发 确实能看出些摇滚明星的风范 也有不少网友评论表示 泰迪·罗宾看起来一点没老 希望他能抑制身体健康 另外也有人表示 张国明与泰迪·罗宾聚餐 身边还有美女作伴 看起来泰迪·罗宾 异性缘仍旧不错 话说回来 已经弹出圈子多年的泰迪·罗宾 被人们所关注 因为他曾经一手挖掘了 刘德华及周润发 两位华语娱乐圈的中流砥柱 作为身高150厘米 有着先天不足的人 泰迪·罗宾身上几乎没有那种 因先天问题而导致的怨天尤人 以及畏缩气质 这或许也与他的心态有关 在访谈节目《今日不设访》中 泰迪·罗宾很坦率地承认 身高问题确实给他带过一定不方便 不过你看 我的手臂和你们是一样长的 说吧 泰迪·罗宾与黄战贴臂对比 两人的手臂果然没有明显长度差别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 使得泰迪·罗宾一路从音乐人出发 转换不同身份并获得成功